时来临前 我囤好了大量物资 拿着望远镜 看着你我十年的婆婆和老公 会抢一点食物 在家里大打出手 而这些 还只是报酬的开胃菜 我颤颤巍巍端了中药给婆婆 她喝了一口 脸色一变 她 药碗砸了过来 滚烫的药 破了我一脸 我无脸后退 她接着嗓子骂 还有脸躲 不是给你说了 放温了才拿来 妈 你明明说 熬好就拿端 还知道顶嘴是吧 她呵斥道 再去熬 我看你存心想害我 我捡起地上的碎片 低头往外走 身后传来她的骂声 不下蛋的鸡 出门后我就笑出声来 因为这是我死前经历的场景 没错 我死过一次了 当时的我被骂完 灰头土脸又去熬药 之后又去了医院 打粗筋排卵的针 怀孕的是 我很急 因为老公不久前悠悠地给我说 如果再怀不上孩子 梁家就断了后 她可是三代单传的独子 过了几天后 开车去超市买菜再出来试 发现街上多了满身鲜血 四处咬人的怪人 我马上回家告诉家人 他们也很惊慌 让我再度出去采买物资 这么危险的事情让我做 理由只有一个 我买惯了东西 速度会比他们快 我听话的囤了很多 我老公主动提出 让楼下母女来我家住一阵 他们租的房子 房东要收回 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 在一起有个照应 等冻乱过了 他们再回去 心软的我自然是答应了 可后来 我发现两人偷偷摸摸在卫生间里亲热 发出的银词汇语 让人震惊 事后女人撒娇着 你好久跟我结婚 我老公梁志勇安抚他 别急 我已经和朱医生说好了 过些天他手术就失败了 这能代表什么 小傻瓜 手术失败了 他自觉愧疚 自然会提出离婚 到时房子车子 可都是咱们梁家的了 朱医生为啥会帮你 呵呵 他是我堂弟 从他身上提的那些卵细胞 早就卖去黑市了 你人笑了起来 志勇你可真聪明 当然了 当时我怒从中来 拿起菜刀就砸起了厕所门 唯一的念头就是杀了他们 可是 我只是个因打了多次排卵针 而虚弱腹肿的弱女子 我没能砸开厕所门 反倒被冲出来的梁志勇制服 我婆婆跑了过来 讽刺起来 你这只结婚十年不下蛋的鸡 有啥资格杀我儿子 女人也阴阳怪气 志勇没把你赶出去 已经很好了 我像狗一样被绑起来 扔进了储藏室里 后来丧尸病毒大面积爆发了 因为老建筑楼道缺乏管控 丧尸很快蔓延进来 梁家门外全是丧尸的嚎叫声 心慌不已的小三 提出一个馊主意 说要把我扔出去喂丧尸 说这样也能少吃点家里的粮食 婆婆和梁志勇祥也没想就答应了 我被五花八榜扔出去的一刹那 心如死灰 面前的丧尸汹涌而来 托在我身上撕咬起来 一阵阵剧痛袭来 我的眼里血红一片 血污越来越痛 直到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 我竟然端着那只滚烫的药丸 再次出现在梁家 这时我才知道 我重生了 这一次 我要虐死伤害过我的人 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扔了药丸 跑进卧室 用手机查起自己的银行卡 作为公务员的我 收入不低 但全都给了梁志勇买房买车 这么多年来 手头的收入 竟只有五万的理财 和两万的现金 不行 我得把属于我的钱 全部拿回来 比丧尸病毒爆发还有一周 时间非常紧迫 卖房卖车来不及了 但我有别的办法 比如 利用梁志勇的个人信息去网贷 我先在网上联系了几个网贷小公司 他们说要提供个人信息 并且得通过实名 人脸认证后才能放款 于是我利落填好资料后 冰包出门 开车到了梁志勇的公司 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做经理 奋斗十年 月薪也达到了数万 去的时候 他正在开会 出来的时候阴沉着脸 怎么忽然跑来了 你不是应该去医院打针吗 老公 我一脸小心翼翼 我要付医药费 支付卡不是绑的你的信息吗 忽然过期了 只好过来了 要怎样 刷的脸确认一下就行 我掏出了手机 梁志勇丝毫不怀疑我 毕竟认识这么多年 所以他就不耐烦地坐在那里 任凭我拿着手机刷脸 时不时配合一下眨眼 张嘴等动作 好了没 还在开会呢 叮铃一声 那几个平台都显示 通过审核进入放款程序了 我心里一松 感激地看着他 好了 谢谢老公 他没搭理一声 就站起来走了 远远的 我看见了站在走廊里张望的女的 波浪长发 风满白皙 挑着一双单凤眼看我 竟然是那个小三 原来他们在公司就搞在了一起 租在我家楼下 只怕是梁志勇的意思 我不怒返校 转过身离开了公司 回去的路上 手机传来了提示 一看 那几笔网贷都已经到账了 共计120万元 我没回家 直接去了房屋中介处 要求租下我家对面 那栋三十几层的高级公寓的顶层 姐 顶层没有 不过有一户二十三层的金刚修 四十两厅 需要吗 我听后哑然失笑 因为我家老房子也是二十三层 这是该死的缘分吗 中介带我去看了房 房子装修得不错 也敞了半年了 电器也齐全 就是家具有点少 除了客厅 主卧 其余还空着 姐 如果确定要租 我让房东把其他房间的家具也 不用 不需要 现在挺好 多少钱 压一负三 一共三万块 中介介绍道 当然 也有几处户型小些便宜点 我笑笑 刷卡吧 我当天就拿到了房子钥匙 这栋高级公寓 典型的一层两户格局 防范起来比较容易 我在网上找了安装防盗门窗的商家 将所有玻璃换成了防弹级别的 并且安装了封闭性极强的防盗窗 这种防盗窗 是很密集的不锈钢材质 虽不影响采光通风 但稍大一点的生物 比如麻雀都飞不进来 为保险起见 我还另外在防盗窗外 安装了一层电网 只要点击屋内的某个键 高强度电压就会蔓延开来 商家很纳闷 我马上解释道 家里老人有妄想症 总担心外面有东西进来 这是为了让他放心 刚付了定金 婆婆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他说我劈头盖脸 就是一通骂 打个针怎么打到现在 天黑都不回家 马上就回来了 他啪的挂断了电话 他不是真关心我 只是催促我回去煮饭而已 师傅 电梯门口也加一层防护栏和电网 我多加2000人工费 趁他们施工的时候 我在同城订了三套太阳能发电机 和一套净水设备 以及30排超市货架 全是加急件 约好了明天上门来送货安装 忙完这些 已经晚上7点了 我匆匆开车回家 一回家迎接我的 就是梁志勇的呵斥 还知道回来 医院打电话说你根本没去 我陪着小新 遇到的同学 他遇到点事 我就帮忙去了 帮忙 你知不知道试管婴儿 对我们有多重要 梁志勇走过来 就没看着我 你想要我们梁家绝后吗 驮破在一旁冷嘲热讽 就怕有些人口是心非 我默默等他们说完 我去做饭 我低着头快步进了厨房 钻紧的拳头里 指甲已经戳破了手心 第二天我一大早出了门 意外的在电梯里遇到李 牵着儿子的小三罗莉莉 他斜着眼睛看我 这电梯里怎么一股错味啊 不知道哪来的狗呆过 然后他那三岁的儿子竟伸出手 将二十三楼以下全部暗亮 罗莉莉不但不管 还夸 我儿子真聪明 我懒得搭理这两只 但早上施工方要来 时间很赶 所以伸手将那些亮了的楼层暗熄 那小孩一下子哭好起来 扑过来又抓又咬 你坏 你讨厌 我伸手扯开他使 罗莉莉一下子炸了毛 你敢碰我儿子 我跟你拼命 这母子两人一个尖叫 一个哭好 电梯到了一楼后 引来了一大堆邻居 包括这要上班的梁志勇 罗莉莉哭得梨花带雨 这大姐我根本不认识 她冲进电梯 就打我儿子 大家开始强烈谴责我 梁志勇皱紧眉头 走进来一把拽住我 然后狠狠一个耳光打过来 你疯了 打人家孩子做什么 他们的脸轮番出现在我面前 我脑海中想起了 我像狗一样 被推进丧尸群的场景 不过马上就轮到了他们自己 我笑了起来 这个笑让他们毛骨悚然了 他有神经病吧 疯了疯了 别理了 罗莉莉警惕地看我一眼 拽着儿子走了 在场的人也通通散去 梁志勇冷冷看着我 朱婷 我知道你这两年经 我去个兔毛的医院 走出单元门 我静止就进了新租的公寓 工人已经开始安装了 因为我工钱加得多 所以他们速度也很给力 有位师傅问我买那么多货架做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是做电商的 我不是救市主 这几天外界一切太平 就算我奔走相告 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我 他们快安装好时 我也开始在本市最大的网超店货了 先买了三台大容量冰箱和三台冰柜 另外各种厨房用品 从过碗瓢盆到烤箱面包机料理机 大米和面粉各50袋 挂面100把 食用油100桶 另外一面粉四方便面 摩斯粉火鸡面各买了20箱 这些主食够吃好几年的 另外各种五谷杂粮一样50斤 海带木耳各种乳类 核桃枸杞子 银耳桂人莲子等一样20斤 另外各类调料酱料 包括黄油糖类火锅底料 酵母粉一样50份 牛奶选择了牛奶粉和羊奶粉 可一百袋 这样比盒装更省地方 啤酒红酒茶叶咖啡气泡水 每样100瓶 这些东西不是生存必备 但可以调剂心情 另外是生活用品 卫生纸一抹筋消耗大 每样买了500份 足够用到天荒地老 洗发水沐浴露肥皂洗衣粉等 每样也买了100份 另外衣物选的不多 全是居家和运动的款式 四季都有 这些东西无所谓了 末世里 你就算裸奔也没人会多关注的 分了十几趟购车才买下来 一共刷掉了三十几万 超市在我下单后 马上打来了电话 我说是进货后 他们说要给我一张大鹅带金卷 带金卷我全用来兑换纯净水了 足足三百孔 买完这些 感觉精疲力尽 我闭着眼睛 躺在沙发上养神 小睡了一觉 下午买了张机票后 拔通了我妈的电话 我妈是一名退休多年的小学老师 父亲死后 他独自居住在老家的小镇上 微信语音里 我声音急迫 妈 我怀孕了 但医生说有先兆流产的迹象 我没敢告诉梁家 你能来趟我这里吗 我妈一听就急了 说要马上过来 我把订好的航班时间发给她 另外叮嘱道 妈 路上别耽搁 我在机场等你 下午四点的时候 超市来送货了 整整来了两辆大货车 十几个工人来来回回跑了几十趟 把三间卧室的货架塞得满满当当 以至于后来冰箱来的时候 只能放在客厅里了 看着堆得满满当当的房子 我满心安全感 窗外车流如枝 似乎那场血腥只是某个幻觉 明天就是星期一了 丧尸爆发是周三 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眼看着已经快七点了 我完全不想回梁家 于是我给梁志勇打了个电话 单位让我出差几天 走得急 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电话里 他平静的嗷了一声 可是挂了电话 他就兴奋地在镜子前转了几圈 然后捏着手机出门了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昨晚就在梁家各处房间 安装了监控设备 这些摄像头都是太阳能自动充电式的 只要屋里有光 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真的很想看看 那家子砸碎是怎么死的 第二天早上 我去机场接到了我妈 小老太太背着大包小包 从通道里奔出来 满脸都是汗 婷婷这是怎么了 志勇为啥没和你一块来 我抱了抱他 强行抢过了他的行李 妈 我们车里说 车里 我郑重地说 妈 我没有怀孕 梁志勇出轨了 他们想让我净身出户 还有 马上会爆发一场大型的病毒 90%的人都会死 你必须和我待在一块 我妈愣愣地看着我 好半天后 她点了点头 好 我听你的 后来我才知道 亏得我从小就老实 所以我妈去信 我不会哄骗她 我妈来后 解决了许多我没想过的问题 比如能源消耗 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食物链 身为小学数学老师的妈妈 思维比较严谨且细致 她提出两个问题 一个是垃圾处理 每天的生活垃圾 日积月累 到时总不能堆在家里发臭 在我妈的建议下 我找了装修师傅 给我们家装了一条 可直通地下排水的单独下水管 另外 买了一台功能性很强的垃圾粉碎机 这样无论再多的生活垃圾 都可以打得粉碎并排放出去 第二 是蔬菜肉类不能长期保存 所以一定要有可持续发展空间 所以我们买了若干 适合阳台种植的蔬菜瓜果种子 另外是水培的全部设备 原料 偌大的阳台 虽然用防盗栏全部封闭了 可仍有若干缝隙露出 阳光从中照 点击查看脑洞奇妙环游 最新章节设计来 足够太阳能发电机工作 以及植物正常的生长所需了 我妈还买了十几只小鸡仔 养在阳台一角的大笼子里 鸡生蛋 蛋生鸡 可以持续到天荒地老 同时 即使可以用于部分植物的营养 也算是废物利用 因为我前期买了大量的豆类 所以我妈买了盐卤 这样随时都可以吃上豆腐 棚里 冰粉籽可以做冰粉 若干红薯绿豆淀粉 可以做凉粉 我妈缓声说道 婷婷 就算病毒来个几年 我们想要饿死也是很难的 周二那天 我们大肆采购肉类和蔬菜 猪直接买了两头 冻进了几个冰柜里 鸡鸭羊牛各买了100斤 加上我妈从老家带来的香肠腊肉 储备十分丰富了 蔬菜买的全是容易保存的品种 胡萝卜山药莲藕 南瓜红薯等等 鸡蛋也买了上百斤 全部冻了起来 中午十分 我右下购了一台跑步发电机 据说 每天跑上一小时 就能产生足够做饭的电源了 毕竟末世里 天然气必然持续不了太久 我还买了不少的太阳能灯 这样白天吸纳能源 晚上就能照亮了 还买了两架无人机 一台高倍数望远镜 加了电锯 斧头 刀具 绳索 汽油 干酒精等 药品也采买了两柜子 反正基本上能想到的症状都有药 自然抗生素背得最多 另外 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了 我花了一个晚上下了上千部影片 以及上万本图书 放进了三台电脑里 这些东西又花了几十万 大头就是跑步发电机和无人机这些 但是 金钱现在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字数了 别人都说 人怕的不是没钱 而是快要死了 钱花不完 我可不想有这种烦恼 眼看着天快亮了 此时已是星期三凌晨五点了 距离丧尸出现只有几个小时了 我妈抓紧最后的功夫 躺在床上 看着窗外微微发白的天空 妈 你怕不怕 我妈摇头 倒上了檀眼水 只要我家庭挺好好的 我什么也不怕 我也不怕 只要我妈在 我也无所畏惧的 我妈有点沮丧 我通知了好多亲戚朋友 可是 好像没人相信 还有几个说要带我去看台心理医生 老实说 要不是我曾经经历过 我也感觉自己这番行动很像神经病呢 天亮后 快递上门了 我把几份文件递了过去 用最快的速度送到这个地址 大约一个小时后 我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上面显示着人渣两个字 刚接起 那边就传来了梁志勇的咆哮声 朱婷 你特么有神经病是吧 你居然用我的信息去网贷 谁给你的狗胆 狗胆 自然是你给的了 我声音平静 朱婷 你现在 马上给我滚回来 我笑了 抱歉 你没机会再见到我 梁志勇声音高了八度 你想跟我离婚 呵呵 只要我不签字 你朱婷啥也没有 离婚不离婚的 没所谓 反正我马上就会丧偶了 朱婷 梁志勇 我劝你 还是操心一下自己的网贷吧 明天就是还款时间了 足足两百万 你准备准备 我苦口婆心 他开始对我破口大骂三字经 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 关掉了 之后 我开了部电影 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任凭他无数次打来 我都懒得看一眼 我只不过是想在丧尸来临时 给他添点赌罢了 这时 墙上的钟指向了十点 这是丧尸爆发的时间了 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 街道瞧着倒是平静 如同黎明前的黑暗 直到一声尖叫声 从远处响起 人群骚动起来 一个全身是血的女人 直直冲向马路 她被一辆货车撞飞了十几米 同时 后面的几辆车 还不及刹车 也一股脑撞了上来 一时间刹车声 喇叭声 咒骂声 此起彼伏 这时 路中央如同一滩烂泥的女人 竟然如动起来 她机械地站了起来 跌跌撞撞片刻后 竟张开血盆大口 朝旁边的男人撕咬了过去 她瞬间咬下一大块肉 男人惨叫起来 倒在地上抽搐 周围的人去拉 又有几个被咬的 而这些被咬了的 抽搐一阵后 都会如动弹跳起来 冲向其他的路人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那十字路口 就满地鲜血和残肢了 我无力地放下望远镜 一旁的妈妈 声音都在颤抖 停停 是真的丧尸 有没有人出来管呀 妈 丧尸会迅速蔓延开来 我们支撑不了多久 我低声说 上一次政府和军队 很快出动了 封城加封闭 但是没用 丧尸传播的速度 是很快的 有好多人都往超市跑 好多人跑摔了 我妈拿着望远镜 忧心忡忡 我呼了一口气 想起了当时 只身一人 抢个物资的场景 那时我奋力推着小推车 在人群中穿梭 眼疾手快 抢着物资 人太多了 中途摔了好几跤 负账时 收银员烦躁不安 刷到一半时 抛下一句话 老子不干了 我家里还啥也没有 他扭头也奔进了超市 大家惊讶了几秒后 也开始抢起了东西 场面一片混乱 我跌跌撞撞挤出人群 把东西搬上车 再一路开回去的过程中 遇到了好几把丧尸 可是一回家 梁志勇的妈就拉长了脸 怎么就买了这么点 这些够吃几天 他丝毫不在意 我披头散发 衣衫凌乱的狼狈 梁志勇直直地 盯着我的膝盖 警惕地后退一步 这是什么 我低头看着血沽沽的膝盖 马上解释 我没被咬 这是我抢东西时摔的 当时的我竟然认为 是他们关心我 现在想想 如果我真的被丧尸咬伤 只怕当时就被赶出家门了 我冷笑一声 低头打开了监控设备 电脑上出现了梁家的画面 此时梁志勇 正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如同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梁母走了出来 志勇 怎么还不去上班 上什么班 朱婷那个贱货 居然跑去网贷 梁母呸了一口 她要死就让她死 你们马上离婚 让她自己背债 背啥债啊嘛 她用的是我的名字 梁志勇咆哮起来 不行 我要去找她揪出来 看我不弄死这贱货 我看得发笑 这两人怕是还不知道 外面啥情况吧 一旁的妈妈听见我被骂 气愤填膺 这两人怎么这么不是东西 我去骂他们去 我一把抓住他 妈 报应快来了 屏幕里的梁志勇正要出门 大门外就传来了一个哭泣的女声 那声音呜呜咽咽咽的 听得不太真切 梁志勇拉开门 一团红色的身影 突进了她怀里 正是罗莉莉 志勇 街上好多疯子 他们在吃人 罗莉莉掏出手机给他们看 是真的 这是我刚刚拍到的 毛毛妮 走 我们去幼儿园 把她接回来 梁志勇喊了起来 妈 你快去趟楼下超市 买点吃的喝的备着 于是那两只 以飞快的速度窜了出去 梁母在门口愣了好久 这才任命的拿起钱包出门 结婚之后 几乎都是我买菜 现在总算轮到她了 不过 刚刚看梁母和罗莉莉熟络的反应 我最后一点幻想也丧失了 原来梁母一直是知情的 我站在阳台上 看着梁母的身影 走出了小区门口 她一路紧张不已 中途还被跑过的人群 撞摔了一次 正看着呢 楼下传来了物业的喇叭声 因特殊情况 小区会紧急采取封闭隔离 每家每天只能有一个人 外出采购物资 这里的物业还真给力 我妈说 其实我一个小时前 给物业打电话 建议他们迅速封闭小区 目前丧失还未出现在小区 控制一时算一时吧 窗外的哭喊声 此起彼伏 我和我妈都有点心慌 索性看起了新闻 新闻上的主播 称之为异常动乱 一遍遍提醒市民 尽快寻找有利地方躲避 等待救援 手机上弹出的短信也是如此 但是打开微博微信 却能看到最真实残忍的一幕 无数人发出了现场视频 残肢断骸 血流一地 中间伴随着哀嚎与哭泣 我观察了一下 一个人从被咬到变成丧尸 也就短短的一分钟 这个时间段连跑都来不及 而且变成丧尸后 速度 力气提升了数倍不止 丧失了痛绝与思维的他们 如同残暴的杀戮机器 妈 无论什么情况 我们都不能出去 没有胜算的 我妈点了点头 只能在家里等死 没错 之前也是这样 丧尸病毒在全国上百处同时爆发 诡异得很 我回忆着 之前被绑在储藏室里听见的电视声音 直到我死 外界也没查出丧尸出现的原因 我妈走过来 迅速抱住了我 停停 别说死字 这一次我们会活下来的 我用力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 我妈指着电脑说 梁志勇他妈回家了 画面上出现了 她拎着两只大口袋进家门的场景 说来也算凑巧 她刚放下东西 探在沙发上大喘气 梁志勇就和罗莉莉带着孩子进来了 快来看看 我费了老劲了 看我给咱毛毛抢的奶粉 还有些方便面 梁母翻起了袋子 镜头里的三人 错在塑料袋前说着什么 好一副母子子笑 儿孙满堂的画面 她应该是把冰箱的扩存都腾空了 热气腾腾的四菜一汤 丰盛得很 梁家没有囤菜的习惯 因为梁母极其注重养生 她说每天现吃现买最健康 家里这些菜 还是之前我买来没吃完呢 没事 电视不是说了吗 政府会出手的 梁母挟了个鸡翅给毛毛 梁志勇点头 没错 不过我倒希望闹得大一些 最好让朱婷那件女人 那些网贷的人都死在外面 以前你还说她老实 看吧 不知道多有心机呢 罗莉莉哼了一声 梁母叹气 应该早一点把她踢出梁家 一家人其乐融融 一边吃一边骂 电脑前的我妈气得拍桌子 这梁家人怎么这样啊 我不怒返校 妈 你看他们买的那些东西 带方便面 最多够他们吃两天 还有若干速冻水饺 除去包装 根本没多少内容 奶粉是有 可他们只剩下半桶水了 据我所知 他们小区控制失利 第二天就被丧失 破坏了入水阀门 停水迫在眉睫 中午一直看热闹 只吃了些饼干 下午我妈去厨房做饭 用老家的腊肉 做我最爱吃的空饭 就是肥瘦相间的腊肉 加上碗豆 土豆翻炒 再把半熟的饭盖上去焖熟 香的人舌头都能掉下来 是幸福的 小睡片刻后 天已经黑了 听见了窗外的喧嚣声 拉开窗帘一看 对面小区已经被丧失攻陷了 好几个血乎乎的丧失 冲进了小区的门 被咬伤在门口抽搐的保安 也很快弹跳起来 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很快 几声尖叫从对面楼里传来 应该都是想冒险出门 抢个物资的邻居 视频里 罗莉莉吓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志勇志勇 门外怎么了 梁志勇凑在猫眼看了一阵后 回过头来 对面那家人都被咬了 莉莉 咱们不出门 千万别出去 罗莉莉跑过去抱住梁志勇 我真的好怕 还好有你在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梁志勇亲了他一口 这对男女看了我辣眼睛 我关掉屏幕 打开了发电室跑步机 我慢跑了十公里 瞄里眼旁边的蓄电箱 差不多攒了一度电 比起三块太阳能板 一天十度电来说 确实挺少的 不过嘛 这东西不需要阳光 所以也算是一个补充 晚上 窗外的丧尸嘶吼声大了许多 纵是关了窗 那声音都能穿破耳膜 我妈习惯早睡了 她带着耳塞去休息了 我因为傍晚睡了一觉 所以索性在客厅里打开了电脑 先是浏览了一下 各大网站和微博 今天有不少人冒着危险出城了 但是没被丧尸侵扰的地方 十分稀少 好多人在路上遇难了 我之前的同事和朋友 有极少部分听了我的暗示 提前囤了些物资 躲在家里 剩下的大多数已经失联了 好多人遇难前 都在微博和朋友圈 发出求助的信息 可是这结果眼上 被救的希望太渺茫了 武警消防 公安警力早已是疲于奔命 也撑不了多久了 政府已经发出公告 让大家扫码登记地址 会派出无人机定期投放物资 一时之间 程序也一度崩溃 我没扫 因为我家的物资够多了 就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我看了一会儿新闻 又打开一部电影看了起来 凌晨两三点 才带了耳塞睡觉 第二天还没睡醒 就闻到了煎蛋的香味 睁开眼睛一看 我妈已经把早餐都做好了 我最爱的糖心蛋加青汤面 上面绿油油的小葱花 看着很诱人 我埋头吃面 时不时看两眼电视 电视正滚动播放着最新的新闻 情况比昨天严重了许多 但还是有不少人员 坚持在岗位上 医生 消防官兵 警察 社区工作人员 他们竭力维持着 人类生存的最后防线 我妈看着眼睛红红的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用 是不是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 丧失蔓延的速度太快了 除了把希望寄托在科学家身上 没有其他办法 我们正说着 门口的可是电话响了起来 接起来 发现是楼下的保安 业主你好 请问你家有小孩吃的发烧药没有 你们这层有个孩子忽然发烧 想要出去 可是外面这种状况 我问了好多家都说没有 药还好 只要不暴露家里的物品就行 所以我爽快答应了 我找找看 那一会儿我来拿吧 我拒绝了 不用 你告诉我 他家的门台号 并用阳台专门留的空档 将无人机飞了出去 手机上 我看到了那位年轻的妈妈 她大约二十几岁 披头散发 看着很憔悴 她朝着无人机的方向 一个近的鞠躬 口型说着 谢谢 我想起我租房那天 在电厅门口看见过她 当时她抱着一个一岁大的孩子 教孩子喊我阿姨 软萌可爱的小团子 奶生奶气地对我笑 那幅画面让人欢喜又难过 谁让我是一个 永远不会有孩子的女人呢 医生说我自然怀孕的几率 很渺茫了 当时我动了恻隐之心 对她说起了当前的状况 这几年疫情挺严重的 我们还是多被点赤的在家里 万一什么时候隔离了呢 当时她点了点头 说自己也得去买些 孩子父亲在外地工作 真的隔离了 怕就麻烦了 无人机飞回来后 我在袋子里发现了一些巧克力 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了两行字 谢谢好心的邻居 希望我们都能挺过去 是啊 希望大家都能如此吧 砰砰砰砰 忽然间 持续性的撞门声从楼下传来 我走到阳台上往下看 声音是从小区大门的位置传来 这里看不真切 我妈找来的镜子绑在木棍上 再伸出去 就能清晰地观察外界了 这一看 我们倒吸一口冷气 小区门外 竟堆积了几十只丧尸 他们似乎闻到了里面的人肉味 正在疯狂撞击着大铁门 企图闯进来 楼下不知道哪里传来一个男生 滚 滚啊 再来 我跟你们这帮龟孙听了 这一声后 那群丧尸撞门的频率更高了 胖胖的声音 听的人心惊胆战 我马上打了个电话给物业 麻烦通知一下业主 让他们不要冲动 只要我们躲在里面 他们是进不来的 那男的没在支声了 外面的丧尸撞击许久后 又去追逐街上的几个人了 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也只能是暂时 因为我估计 这小区的很多人 并没有囤多少货 为了不饿死 他们会冒着危险出去 更别提有一些无法回来的家人 他们只怕冒着危险 也会想出去寻 所以沦陷只是早晚的事 这也是我拒绝加入小区业主群 并且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 拥有大量物资的我 一旦被人发现 势必成为公敌 到时我根本护不住我妈和自己 此后的情况持续了两天 街上除了游荡的丧尸外 几乎没有活人了 小区门口 每天都有大批量的丧尸来撞击 而对面梁家那小区更加凄惨 某个晚上 我亲眼看见 十几层的一家三口 被丧尸逼得跳楼 血淋淋的尸体 引来了无数丧尸 很快 他们又如洞弹跳起来 篡动着前去了 而梁家嘛 目前还活着 他们煮泡面 煎鸡蛋 还算安然 就是罗莉莉太杂杂呼呼的 外面有啥动静去尖叫 略吵 只不过 他家里是真没云染和水了 这天下午 梁志勇看着空空的食品袋 抱怨起来 妈 你就买了这点东西 这够吃几天 罗莉莉也说 是啊 阿姨 我看人家都是把大米 一袋一袋往家里扛 我隔着电脑都听笑了 说买米那不是笑话吗 梁母一个养尊处优的老太太 几乎没买过菜 扛了冻50斤的大米 这边的梁母果然生气了 这么能说 自己咋不去买 一点用都没有 她平时挤对我和指挥我做事习惯了 罗莉莉哪吃得消 马上一脸委屈 志勇 你看我也没说啥呀 梁志勇不高兴了 妈 看在茅茅的面上 你少说几句 是 我也是想着你给梁家留了个后 不然 梁母冷哼一声 第二天 除了毛毛喝了碗牛奶 他们啥吃的也没有了 罗莉莉在家里走来走去 后来在卧室里拔个电话 下午十分 她竟然悄悄打开了房门 走了出去 我拿着望远镜观察 发现她回了22楼租的那套房子 没一会儿 就有一个身材蹲视的男人 开着摩托冲进了小区 她去的地方 也正是22楼 我马上操纵着无人机追踪过去 竟在她家窗台外 看到了以下内容 莉莉 我这冒着危险来送吃的 你不让我渐渐茫茫 我告诉你 我们离婚了 儿子判给我的 死婆娘 你到底带不带她来 男人一把拽住罗莉莉的头发 你一个送外卖的 我可不想她有这么丢人的爸 罗莉莉尖叫着与她撕扯起来 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声音过于扎唬 竟引来了楼 丧尸狂扑了过来 罗莉莉眼间的披荐了 竟趁着男的没注意 猛地把她推了上去 丧尸抱住男的啃摇起来 她嘶吼了好一阵 终于倒下了 而罗莉莉早 趁着丧尸扑过去时 趁乱跑上了楼 我操纵无人机 照了好几张男人的特写 他长得和毛毛 如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这才是轻霸 之后我把无人机开了回来 提取了刚刚的录像文档 监控视频里的罗莉莉气喘吁吁 已经回到23楼 已经入睡的梁志勇 听见动静走了出来 弟弟 你怎么了 我 罗莉莉说 我下楼拿点吃的 吃的呢 罗莉莉看向手中的半截塑料袋 可能是跑得太急 全漏了 楼下有丧尸 太吓人了 梁志勇心疼的说 明天我就想办法出去找吃的 你不用操心了 我实在不忍心 打断他们的表狗情深 但是 此时却不得不打扰一下 我打开微信 将刚刚的视频 发给了梁志勇 梁志勇拿起了手机 片刻后 他的脸阴沉得跟锅底似的 罗莉莉 毛毛真是我的孩子 当然了 那这个是谁 梁志勇展示着手机上的视频 你能不能说说 这是谁 这 罗莉莉慌了神 志勇你听我解释 他说我前夫 但孩子真是你的呀 还在说瞎话 梁志勇冲进屋里 抓起被惊吓得 哇哇大哭的毛毛 你看这张脸 明明跟视频里的丧尸一模一样 还说是我儿子 罗莉莉张的张嘴 想要狡辩 被梁志勇一耳光扇了过去 他挣扎起来 又是一耳光 啪 啪啪 梁志勇连打十几下 个狠狠地骂 臭婆娘 敢骗老子 妈 快来帮忙 躲在屋里偷听的梁母冲了出来 母子两人合力用绳索将她绑了起来 扔入了储物室 一旁的毛毛 吓得哇哇大叫 也被梁志勇用破步堵了嘴扔了进去 这女人太坏了 我早就感觉不太对劲 梁母放起了马后炮 我也没想到 她居然能坏到这种地步 梁志勇咬牙切齿 要不是朱婷告诉我 我还蒙在鼓里 朱婷 梁母叫了一声 她在哪里 梁志勇皱眉 应该在这附近 要不然 怎么能拍到视频 梁母嗷了一声 这样想想 朱婷虽然生不了孩子 但她至少能干家务 如果她在 还能让她出去买东西 唉 我想办法叫她回来吧 她肯定想回来 就是拉不下脸来 梁志勇想了想 很快 我的手机响了 上面赫然显示着人渣二字 喂 朱婷 梁志勇的声音传来 你现在在哪 要不回来吧 以前的事我就算了 算了 是啊 不过网贷那是可说好了 到时你自己还 你妈不还有些存款吗 她那房子也值些钱 我都听笑了 这样啊 嗯 梁志勇宽容的说 在外面也不容易吧 躲得跟狗一样 我淡定的说 像狗的不是你吗 你家那桌上 只剩半袋奶粉了 是准备舔到大结局吗 你 梁志勇往窗外张望 你在哪 你为什么能知道这些 我呵呵两声 挂断了电话 视频里的梁志勇 急得慌了神 在屋子里 窜来窜去的查看 我扔了电话 看着厨房里 一脸担心的妈妈 妈 我饿饿了 晚上吃点啥好 你最喜欢的牛肉砂锅包 这几天 我妈变得花样 给我做好吃的 反正家里存粮多 心中的鸡毛菜 也长出了一截 家里不愁吃的 晚饭后 我又拿着望远镜 在阳台上观测丧尸 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一个个搭落着脑袋 形如朽木在街上晃荡 但凡哪里有点动静 就刺着牙往前冲 战斗力爆棚 我估摸了一下 我要是流落在外 与他们抗衡 怕是一个都对付不了 比如昨天上午 我操作着无人机 飞去了附近学校 那里早就沦陷了 操场上 教室里 四处都是满身无血的丧尸 后来跑出了一个幸存者 看起来很健壮的一个男孩 他抓起一只棒球棍 用力地锤打着他们 企图逃出学校 才开始他还能站上风 抱了好几个丧尸的头 可是时间久了 寡不敌重 还是被那群丧尸撕咬了 镜头里记录下了 更大了一些 但我竟然开始习惯了 听了一阵开始犯困了 我亲手听 此后又过了两天 我们小区沦陷了 其实我们小区管控得很好了 但是耐不住丧尸群 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加上七楼有个男的 坚持不住崩溃了 他强行要出去 在内力和外力下 大门终于到了 无数的丧尸冲了进来 将门口的几位 撕碎成了残枝碎片 他们继续往楼上扫荡 地上那滩残枝 竟然也蠕动起来 一路拖沓着往上爬 通过可是电话查看的 我有些惊讶 马上让我妈来看 你看丧尸盛世升级了 倒像是变异了 我妈看了一阵反胃 马上走开了 他们会上23楼来吗 我点头 会 可是不用怕 我们双重防护 门口还有电网呢 果不其然 没会儿门口就传来了 丧尸的嗷声 听起来近在咫尺 我警惕地守在门口 直到声音远去才放心 折腾到晚上时 水源 电源 天然气 全线崩溃 再也无法使用了 如同预料中一样 晚上 邻居那位年轻的妈妈 给我发来短信 你们还好吗 需要水吗 我家里还有几桶 我的联系方式 是她通过物业要来的 我给的感冒药 帮了她的忙 她是真心实意 想要谢我 我自然是拒绝了 但是我和她聊了几句后 忽然动了恻隐之心 和我妈商量后 我用无人机 送了一箱固体酒精 和两块小型太阳能充电宝 两个太阳能灯过去 这些能解决她的做饭 通讯和赵宁问题 我不为别的 仅仅是心疼她那个孩子罢了 这么点大 如果死了吗 她也活不成了 年轻妈妈说到后 感激不已 这真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云淡风轻 没什么呀 这几样我还有多的 自然 真正有什么 我也不会露底的 这是漠视的生存法则不是 这几天我心情还挺不错 因为对面的梁志勇一家 过得有点凄惨 他们饿了两天了 除了每天吃几口干奶粉 喝几口厕所桶里储存的水 啥也没有 眼看着奶粉和水都快见底了 他们彻底慌了 剩最后一点奶粉的时候 两人的手同时冲了过去 梁志勇毕竟年轻些 一把将梁母推倒 自己舔光了最后一点奶粉 过后她为了掩饰尴尬 马上说 妈 我想办法出去找点吃的 梁志勇是个典型的妈宝男 又没啥担当 几次说要出去找点吃的 可走到楼梯口 又被丧尸吓了回来 说起来 罗丽丽那丧尸前夫 真的是很执着 一直徘徊在22楼没走 就等着赌人 梁母横了横心 说自己去吧 自己反正年纪大了 死了也不亏 梁志勇假惺惺的挤了两滴眼泪后 同意了 梁母拿了一把菜刀 颤颤巍巍的出了门 结果运气很不好 刚走下楼梯 前夫丧尸搜的就窜了过来 她吓得手里的菜刀甩了出去 竟然直直的插在前夫头顶上 可这根本影响不了丧尸的行动 所以头插着菜刀的前夫 竟然又奔了过来 梁母吓得撒腿就跑 竟在惊险的最后几秒 跑进了家里 躲过了一劫 女子两人惊魂未定 心想不出去也不行 于是商量出了个主意 找个替死鬼开路 两人打开了尘封两天的储藏室 里面的罗莉莉母子 早已经一声误会 奄奄一息了 罗莉莉听见动静 睁开眼睛 用眼神苦苦哀求起来 可是她的期望没能得到回应 梁志勇拎起她儿子扔给梁母 拿她开路 让他们父子团聚 罗莉莉眼神惊恐起来 堵住的嘴呜直叫 卢冻着想爬过来 却被梁志勇一脚踢开了 于是梁母拖着毛毛出了门 到了楼梯口 她将昏迷中的毛毛推了出去 丧尸丧失了感官和思维 早就是六亲不认了 这一推 前夫丧尸猛地扑上前来 抓住儿子就撕咬起来 梁母慌乱逃走 急急冲下了楼梯 我又是望远镜 又是监控两边查看着 看见梁母一层一层冲下来 她还算命大 冲了好几层都没什么阻碍 跑到十几层的时候 楼道里传出了她尖锐的叫声 救命啊 志勇 毫无疑问 她被丧尸咬伤了 听到求救声的梁志勇 躲在门后瑟瑟发抖 根本没有要出门救人的意思 哭喊声持续了很久 直到逐渐消失 最终也转为了丧尸的嗷呜声 梁志勇的妈 那个欺压我十年 骂我是不下蛋的鸡的老太婆 彻底死了 心底痛快 可是不够 欺我如我的人可不止她一个 只要我闭上眼睛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捆绑我 在将我送进丧尸群的样子 那种食骨的疼痛与恐惧我一辈子 梁志勇浑浑噩噩噩站了起来 捂着脸呜呜痛哭起来 妈妈 我无语 当时说起出去找食物的时候 他咋没想起自己有个妈呢 身强力壮的他不上 害死了他妈 还有脸哭 全都是过于的眼泪 虚伪到不能直视的那种 我看了一阵 忽然感觉有哪里不对劲 他身后的暗处 似乎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那影子在地上蠕动 速度极慢 让人差一点就忽视了 等到发现时 已经到了梁志勇的身后 梁志勇哀嚎一阵后 缓缓转身 说时迟那时快 那黑影一下子扑了过去 死死地咬住了他的大腿 啊啊 他惨叫着想往后躲 可那黑影甩也甩不掉 如同像皮糖粘在了身上 但是被梁家母子囚禁多日的罗莉莉 如今的他满身无悔 面容凄厉 早已没有当初的嚣张 还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 他崩溃大喊 梁志勇摆脱不成 拿起桌上的东西 朝他头上用力砸去 大约十几下后 罗莉莉瘫软倒下了 鼓鼓的鲜血 从罗莉莉头顶躺了出来 梁志勇弄了半天 手里的东西 砰的一声掉了下去 我拉近镜头 才发现那是加核桃的钳子 他蹲下去试探了一下鼻息 然后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反常举动 让我以为罗莉莉死了 直到他再次捡起了地上的绳子 把罗莉莉绑了起来 像狗一样拖进了储藏室 罗莉莉的胸口仍在起伏 之后梁志勇无力地摊坐在沙发上 双手抱着头 雕像一般的动作持续了很久 久到我都看累了 我打了个哈欠 去厨房里转了转 我妈正在烧红烧肉 加了些芋头 那香味从锅盐冒出来 在整间屋子弥漫开来 我打开锅盖 斜了一块就往嘴里塞 我妈称怪道 还没熟呢 我嚼着香喷喷的肉 含糊不清 妈 这次之前 我们有多少年没住在一起了 我妈叹一口气 是啊 你大学毕业后就嫁到了梁家 对 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 要不是这次 我还不知道你过得有多苦 我把头靠在妈妈的肩膀上 妈 以后不会苦了 这些贱人自有天收 我妈点了点头 晚饭后 我泡了一壶花茶 和我妈坐在沙发上看新闻 自从小区断水断电后 我和我妈有了新的约定 虽然我们店足够用 断断续续的 也已经没有实施报道的新闻了 只有一个机械化的女生 在反复强调 让大家待在家里等待救援 救援多久才来 谁也不会知道 每天政府倒是有派无人机来送物资 但是成功的几率不大 比如像梁家那栋楼 几乎每层都有丧尸 活着的人很少很少了 即使是活着 也苦于无垫 无法与外界联系 像我们这样 囤积大量物资的人 终究是少数 我乐观地想 等到丧尸都饿死了 我们应该就能自由了吧 睡前 我又看了一下监控 梁志勇和之前一样 还是贪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不知道是傻了 还是饿晕了 不过纵是这样 他也没勇气出去寻吃的 这个软骨头的男人 我看得直摇头 索性关了屏幕睡觉 我在丧尸的嘶吼声中 很平稳地睡着了 连爱尔塞都没带 不光是我 就连我妈也适应了 外界的兵荒马乱 外面猴得在凶 他也能淡定地炒菜 当人类认清自身的渺小后 反而可以安然自得地享受当下 而不是一腔孤勇地 冲入乱世当炮灰 世界上有许多英雄 但我认清了 自己只能做个普通寻常的人 天亮的时候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这铃声让我从梦中惊醒过来 自从丧尸袭来后 已经很久没有电话打进来了 这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了起来 喂 朱婷 简单的两个字 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是梁志勇 我沉默的时候 他缓缓开口了 我知道你在哪里 我猛地坐了起来 检查起了屋子 我确定我关好了窗 而且这么密集的防护栏 他应该看不清里面 他继续说道 你天天都监视我 你在家里按了那么多的监控啊 我心里一紧 下意识地看向电脑 屏幕上出现了他那张诡异惨白的脸 他咧着嘴在笑 这个笑诡异极了 朱婷 你就住对面23楼是不是 我看见你的窗帘了 你睡觉的时候 你倒是会找地方 刚听到这里 我妈推门进来 婷婷 要吃荷包蛋吗 我慌忙午上电话 可是对面的梁志勇已经听见了 他狂笑起来 过得很好吗 我马上就来 找你了 毛骨悚然之时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两天前 我曾接到一通电话 那是梁志勇的堂弟朱医生打来的 他气弱油丝 说自己快要死了 临死之前 向我坦白一件事 身体有问题不能怀孕的 一直是梁志勇 梁用钱收买了他 只是为了让我活在愧疚中 顺便增加点黑色收入罢了 这种人渣 有什么资格还活在这世上 我盯着梁志勇 积攒了十年的愤怒与委屈 和这惊悚的画面混合在一起 这一瞬间 刚刚的惧怕 早就变成了更深的仇恨与鄙视 我攥紧手机 开口了 梁志勇 你把害人的勇气 用在丧尸身上 你妈也不至于死 你真是个闹种 他扔了手里的肉 对着镜头张大了嘴咆哮 你终于说话了 是你害我的 是你害我的 害你的是你自己 但凡你有一点脑子和人性 也不可能变得像疯狗一样 梁志勇吼叫 我要去找你 我找你 你配吗 你的本事 顶多是虐一下罗莉莉这种 手无腹肌之力的废物 外面的丧尸你敢去杀吗 你这种智商情商双低的人 出去偷心也是被人骗 喜当爹的滋味还不错吧 你全身上下就嘴最硬 你没有自知之明吗 你这种人配有小孩吗 没错 我就是要逼他出门 他不配像狗一样饿死在家里 他朝着镜头步步逼近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以为他会夺门而出 可是他转身奔进了厨房 数秒后 拎起一把菜刀冲了出来 再拖出了储藏室的罗莉莉 然后他对着镜头的方向 举起菜刀 朝罗莉莉一刀一刀砍了下去 昏迷中的罗莉莉喊叫起来 鲜血四溅 但此时的他已经没力气逃跑了 梁志勇几刀砍下来 他就一动不动了 看着镜头上那具血淋淋的尸体 我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就在几天前 这两人还抱在一起 轻轻我我 梁志勇的头微微侧了过来 对着镜头 他咧开嘴 鬼气森森地笑了 再然后 更变态的事情发生了 梁志勇拿起菜刀 割下一块罗莉莉身上的肉 大口大口嚼了起来 他吃得很香 满嘴满脸都是血了 表情也是一副享受的样子 比起外界那些 丧失了知觉和意识的丧失 他是真正的魔鬼 我不会饿死 我不会饿死 他望着镜头 一边啃着肉 一边语无伦次 你怕了吧 恶心之余 我怒极反笑 我怕你 罗莉莉的尸体你尽管吃 这些我都拍下来了 你就算狗盗被救 也会被我曝光的 你这种人 不配活 你虽然变态了 但终究是个废物 只敢对老弱病残下手 连男人都不算 你去死吧 我的话如同一柄柄锋利的刀 狠狠刺向他 本就癫狂的他 大叫起来 像一只发疯的怪物 最后 他抓起菜刀 拉开门框冲了出去 这货总算是出门了 毫无疑问 楼道上很快传来了 丧失兴奋的嘶吼声 中间还夹杂梁志勇的哀嚎声 惨叫声 听到这一幕 我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从来没有哪一刻 我会这么高兴 这个作孽不浅 祸害多端的男人终于死了 而且 我望着从一楼奔跑而出 但很快 被丧失群围住的梁志勇 最前面的三只 特别显眼 一只老太壁线 但异常凶猛 另一只牛高马大一咬 就扯掉了梁志勇的胳膊 还有一只身材矮小的上蹦下跳 一口就咬下了他的耳朵 这是梁母 罗莉莉前夫 罗莉莉儿子 他死在了他们嘴下 真刺激是不是 真的是报应 很快 他被啃得四分五裂 鲜血淋漓 终于 他倒下了 再也动弹不得了 他死了 不过 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如动弹跳起来 加入丧失的队伍 继续祸害四方 我呼了口气 转过身去 才发现 我妈一直站在身后 妈 梁志勇他 我妈拉住我的手 以后他不会再伤害你了 我用力点了点头 和我妈站在一起 默默看着楼下 摊成一团的人渣 说起来奇怪得很 过了一分钟了 他竟然毫无反应 是连变丧失都没资格吗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一下 拿起来一看 是邻居那位年轻妈妈的消息 姐 楼下的丧失 好像变得很奇怪 想必是他也发 过了一会儿 他又发来 我用望远镜看 他居然睁开眼睛了 他还在笑 这正常吗 他还在按手机 我很疑惑 你看你的手机 手机上 赫然出现了人渣两个字 我低头望着 匍匐不动的梁志勇 鸡皮疙瘩瞬间起了 我伸出手 按下了接通键 里面传出了魔鬼的声音 呵呵 朱婷 我来找 你了 手机像烫手山芋一样 被我甩开了 我死死地盯着地上那坛尸体 他开始蠕动起来 一下 又一下 再然后 他弹跳了起来 脑袋仰望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弧度 他在对着我笑 他的嘴唇一开一合 朱婷 我来找你了 他冲进了楼道里 速度像闪电一样快 我目瞪口呆 这是个什么东西 有天生抵抗丧尸的抗体 还是已经变异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 不愿意再去看望远镜 我喊了起来 妈 再检查一遍所有门窗 我飞快给邻居女子发去消息 躲进屋子里 关紧门窗 不论什么动静 都不要出来 我扔了手机 和我妈一起去检查门窗 顺便描力延续电器 我妈下意识 拿起了放在客厅的电锯 站在我面前盯着大门 我打开了门口的监控 事实上 我在搬家后 就在门口安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就是为了第一时间了解丧尸动向 镜头里 清晰地出现了电网和一小节走廊 我们这个小区是一梯两户的户型 电梯可直抵自己家里 每层电梯都有两个出口 安了防护的是我家这边 电梯早就没电了 另外还有一个消防楼梯通道 门早早地被我锁上 并用铁板焊死了 他如果是人 想进来不容易 没过多久 楼道外传来了丧尸的嘶吼声 我警惕地盯着屏幕 生怕他们攻破楼道门 可是等了许久 那声音并没有变大 反而是身后传来了嘻嘻说说的响声 我感觉不太对劲 我明明关紧了所有窗户 为什么还有声响 我缓缓地一步一步转过头去 惊恶地发现满身鲜血的梁志勇 竟出现在了客厅的防盗栏外 他一只手抓着栏杆 露出了血腥的嘴 嘿嘿 我找到你了 这一瞬间我明白了 他绝对不可能是人 如果是人 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 从大楼外面爬上23楼 更不可能以这样诡异的姿势 掉在窗外 他变异了 吃了人肉 再被丧尸啃食的他 已经变异了 我妈抱着电锯再度拦在我面前 你这杂碎敢伤害我女儿 我跟你拼了 窗外的梁志勇 咧开嘴笑了 然后他开台搬起了防盗栏 那东西结实得很 但是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搬开了一些 我伸出手 拉住了我妈的胳膊 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说 别怕 再下一秒 我按下了手机里的某个键 嘖嘖嘖 防盗栏闪起了噼里啪啦的火花 高强度的电流 瞬间充斥在了电网上 杨志勇的身体 随着一阵阵触击扭曲抽搐起来 我再度点击 电流逐渐增强 他扭动的幅度更大了 终于 某一次强有力的电流 让他的手不自觉地松开 他仰翻着坠落了下去 他死了吗 我妈声音颤抖 我关掉电网 走上前去查看 但这个角度根本看不到他的尸体 老实说 我不确定 因为他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了 有人的残存意识 但有着丧尸的体质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妈 不要怕 如果他再来 我们就再开 是啊 电而已 我们又不是没有 果不其然 两分钟后 梁志勇又出现在了防盗栏外 这一次 他的两条胳膊都折了 搭了在胸前 但丝毫不影响 他用脚固定着掉在窗外 他咧嘴还在笑 嘿 我找到你了 我猛猛按上了电击键 又是一轮的强电流攻势 这一次 他坚持的久了一点 五分钟后 才摔下去 可是三分钟后 他再一次出现了 这次他四肢俱飞 但他仍是用牙咬着防盗栏 全是眼白的眼睛里 闪着诡异的笑 我狠狠地 点击了最强一级的电流 这一次我不信弄不死这只变态 嘖 嘖嘖 他整个身体掉在空中翻滚 牙却一直在坚持 鲜血躺出来 牙齿掉了好多颗 仍然坚持了几分钟才掉下去 你去死吧 去死吧 停停 蓄电箱的电没了 我妈紧急查看起来 只剩一度了 不够的 我呼了一口气 我不信他还会再来 可是我最终是低估他了 两分钟后 窗下再度传来了攀爬的声响 他用全是鲜血的牙银 咬着防盗栏 竟是生生地扯开了一些 这变态真是绝了 没了四肢 没了牙齿 竟然还能爬 我一咬牙 从柜子里搬出了两桶汽油 打开了盖子 全部撒了出去 然后点燃火柴扔了出去 轰的一声 梁志勇燃烧了起来 如同一只巨大的火球 他没有疼痛的意识 但仍是血肉之躯 所以肉体在燃烧下扭曲得很激烈 这次最多只有一分钟 他砰的坠落了下来 我凑过去看 楼底红红的一片 很快生起了浓烟 这一次 总能烧死了吧 我喘得气 我看向手机 上面是邻居妈妈的一条短信 需要帮助吗 我没有回复 何必连累他 这是跟他还真没关系 我们等了很久 可能十分钟 也可能半小时 紧张之时 时间只是个概念性的数字 在我们都以为 他不会再爬上来时 楼下竟然又想起了熟悉的声音 我和我妈对视一眼 彼此眼里都写着绝望二字 是啊 电进了 汽油也烧完了 但很快 我妈冲我笑了 女儿 就算是死 妈也不怕 我也笑了 杀的人渣而已 我们能做到的 我拿起了斧头 我妈拿起了菜刀 我们依然站在窗前 等人渣出现 终于 那声音越来越近了 一颗被烧的胡椒椒 如同炭一样的投入了出来 依稀可以变出 还是那渣男梁志勇 我们大叫起来 斧头 菜刀轮流往他身上招呼 他的皮肉非常坚硬 真的变成了炭一样 砍下了许多黑灰和肉块 但并没有更严重的伤害 他裂开漆黑的嘴 咬住防盗栏 使劲往旁扯 这一次 他的力气极大 很快就撕扯出了 半人宽的一个口子 眼看着我们 就要沦陷了 我妈冲了上去 她想和他同归于尽 我死死抱住他 妈 不要去 你死了 我也活不成 就在我们开始绝望的时候 头顶呜呜的 飞来了一架无人机 正是我前两天 停在邻居家的那样 无人机下方的袋子里 是满满一袋固体酒精 我忽然明白了 我颤抖地划下了火柴 朝那口袋扔了过去 第一次火柴歪掉了 落了下去 天天此时 梁志勇的头 已经钻了进来 我手忙脚乱 再划第二根 第一次成功了 火柴引燃了酒精 整袋烹的一下 落在了梁志勇身上 梁志勇瞬间被包裹 成了一个火球 他的身体在火中 扭曲成了虾米状 如此抽出了几下后 他的嘴开始越来越使不上力了 说时迟那时快 我用斧头猛地捅了过去 一下子就将他捅出了窗外 这一次后 我们气喘吁吁紧盯着窗外 许久许久 最少一个小时 他再也没能爬上来了 我不放心 找来了家里仅存的一架无人机 用最后一点电飞了出去 无人机下降的过程 我能清晰地看见 楼房外那一道道攀爬的血迹 终于 我们在楼下下水道颈盖上 发现了梁志勇的尸体 不 准确地来说 那应该是残骸了 就是一滩黑乎乎的骨渣 全驱的跟虾米一样 很难辨认出曾经是个人 作为丧尸本体的 他似乎还没有完全灭亡 他的眼球还在动 可是全身上下 没有一点地方 可以支撑起他的行动了 成功了 我和我妈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 我飞快拿起飞机 给邻居姐姐回了消息 谢谢你 你救了我们 她很快回了过来 酒精是你们给的 好人有好报 我望着窗外 仍然未来的天空 再看向一片 凌乱狼藉的街道 忽然心情明朗起来 我们一定会 一定会熬过去的 一年后 我和妈妈 终于在救护人员的帮助下 走出了小区 此时 我们这栋楼活下来的 只剩下了我们四人 没错 我和妈妈 邻居的年轻妈妈 和那可爱的两岁孩子 因为网络断掉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 不知道外界的消息了 但是 国家和政府 没有放弃我们 因为我们曾两次 收到过无线电讯息 让我们耐心等待 我和我妈商量了一下 定期用无人机 给邻居送去食物 我希望他们也活下来 我们终究是成功了 救护人员说 国家已经发明了一种 对付丧尸的武器 大部分丧尸已经消亡了 残存的少部分 被集中驱逐到了郊外 统一轰炸 自然 弱大的一个城 存活下来的 不过几百人了 我们会统一乘坐飞机 去往隔离基地 在那里租住一阵后 会去往人类的新家园 邻居妈妈抱着孩子 冲我们笑 快 叫妈妈 叫外婆 不是阿姨吗 从就我们那一刻开始 你也是孩子的妈妈 我们是一家人 她笑了起来 我伸手抱住 可爱的糯米团子 瞬间的柔软 触及到了心里 我抱紧了她 那些孤单与恐惧 似乎全都消失了